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早上五点多 我们这么早出门 大家猜我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过来买海鲜的 没想到这么多人 我们想早上的话应该人 我们没料到会有这么多车 前面这几排是批发水果蔬菜的 海鲜是在后面那几排 我们很快就到了这个海鲜批发的区域 大家看 灯火通明 哇 这个小虾11块钱只有 煎虾 这小虾也很好吃 哇 这个小鱼8块 哇 看好多鱼都不认识 这个小虾只有6块 那个黄黄的16块 哈哈 先转一圈 我们先转一圈看看 这个小虾只有6块 这小小一点20是吧 哇 这还叫大眼 这比较好认 6块一盘 我们看看有没有带鱼 我这盘5块只有 这个好像有点像鲫鱼 上海的小鲫鱼的感觉 这是那个 这是罗飞 罗飞鱼 非洲鲫鱼 哇 这个隔好大呀 16块一公斤 苏冬是28 哇 这么多鱼 基本我都是叫不出名字的 老板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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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碰到了 找到老板 对呀 我在周二好几天 好几次没看到你了 看到其他你两个同事 那个虾多少钱 老虎虾 老虎虾多少钱 是35还是31的 31 31是吧 行 待会回头 回头 好的 待会回头过来 啊 待会找你啊 还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待遇什么有吗 3.6块一盘 没有是吧 好的 中国上海 上海 老板这多少钱 20 20是吧 这些的好像还挺肥的 老板有袋子吗 你呢 重一点的这种东西 啊 这螃蟹挺肥的 然后再 通常这种花蟹的话 你要大一下的时候 你如果放个姜的话 啊 放个姜丝 你大一下的时候 啊 啊 是是是 放油里面稍微炸一下 对 你会 那种绵绵的 啊 好的 了解了 谢谢 哎 哎 哎 你怎么知道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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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巧了 定来能碰到啊 就是啊 我在看到里面 我还能够介绍吗 找车火车 我们都不懂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那是今天去买了 买了和波罗蜜啊 啊 对 对 我不知道哪里 我们瞎走的 那边啊 对 水吧那边 对对 哦 哦 谢谢 哦 谢谢 哦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啊 好的 好的 谢谢 哇 刚才进来还能碰到 看过我们视频的订阅的朋友 哇 我感觉现在 真的 有点聪明的感觉啊 哈哈哈 太激动了 哇 这 这鱼我们 我们买过的 我们做不来 我们做不来这个鱼 哈哈哈 魔鬼鱼 但是店里做的挺好吃的 这不是 这个做这个 不是我们拿走 人家专业的 要放很多酱 做这个魔鬼鱼 我的天哪 感觉像怪兽啊 哈哈 好大 啊 啊 小镇可以在前面 哈喽 你好 哈哈哈 刚刚那个老板 哈哈哈 转着转着小车放一边 我们现在是养成了个习惯 有什么东西 就往边上一放人就走掉了 也不怕 东西丢 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这习惯回中国就 哦 就完蛋了 要求我们拍他太好了 哦 sorry OK 谢谢 哈哈哈 太热情了 哈哈哈 啊 太热情了 啊 啊 会做中文吗 啊 啊 好 谢谢 谢谢 老板 这个拿了1kg 各了吗 1kg 拿1kg 老板这个下多少钱啊 30块 30块啊 可以挑的吗 啊 可以挑的吗 这样拿就要招拿 就随便拿是吗 哦 老板帮我拿1kg 好 这虾挺大的 大家看一下 好 谢谢 老虎再来一点好吗 拿1kg 啊 对 老虎再来一点拿1kg 这种 其实这个虾冻在冰箱里面也差不多跟新鲜的 哇 现在这个鱼啊 哒哒哒哒哒 快 带我去车里会不会淋湿掉啊 哎 这个小螃蟹 我第一次 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看到 这个又炸小螃蟹的 我他们是 哎 这个烧烫可以吗 也可以的 撑一点 没事的 放在冰箱里面不会坏的 冻起来 所以没有肉吗 你撑个一公斤试一下吗 那个它正好 这个太小了 啊 这小鱼 炸一下挺好的啊 就 就杀起来麻烦一点 老板这个鱼多少钱 这七块钱 带鱼 啊 七块是吧 带鱼很新鲜啊 多买几条 超市的话比这个大一点 但是都要18块多 对 哇 买了这么多 你看 买了这么多 才30多 下大雨咯 你好好走了嘛 好的 好 谢谢老板 1kg 再拿点小虾 这个小虾9块钱一公斤 老板这多少钱啊 老板的没有卖 老板就有卖 啊 这盘也多 老板就有三十 你的三车咯 三十是吧 这很好车 哇 这个鞋好像不错 在中国没找不到啊 对 你是哪一年 我是中国 我们上海来的 上海我上海 不可以去哦 我进去我怕 干嘛 为什么 为什么上海去上海怕 啊 我要去那个小巷 啊 等坐车 啊 啊 害我呢 多了几百块 啊 啊 对啊 你 对 你这上海去的时候 千万 都得自己 要有朋友 或者是 自己一定要注意 自己进去马路来讲 我们走路去过去嘛 还想转一千 啊 对对对 500块 对对 500块啊 太我们的感觉 感觉太丢人了 我们 好 好的 帮我跳啊 这海鲜 啊 对 这不是那个黑色的 黑色的有毒 哦 黑色的有毒是吧 哦 这是深海里面的 哦 以后不管去上海 还是中国小心啊 旅游的时候 哈哈 石斑鱼啊 石斑鱼啊 小子 你看啊 介绍你看 这石斑鱼 好的 这也可以的翻译 这小石斑 这怎么卖的 小石斑 这个啊 随便啊 十块钱的哦 你给我挑了有多少 有1kg多呢 好 拿1kg 很好吃 5kg 这个是什么 这楼 金马鲁 都不认识 是啊 买这么多 都怪不下了 都怪不下了 现在我们去买点蔬菜 看看有什么样的蔬菜 顺便一次采购了 这边是蔬菜区 哇 买点长豆 新鲜啊 应该很新鲜的 才5块钱1kg 买了两把 买了两把 买了一把空心菜 一把长豆 蔬菜放不久 也买不多 非常好这边 嗯 嗯 哈哈哈 对老板 对这里的华人啊 都是非常的 非常有意思 非常热情 老板再见啊 再见 嗯 购物就是这么愉快 有时候 你在中国的时候 花钱还心里难受 哈哈 再多稍微多点好了 啊 现在葱和海鲜 一个价格了 18块 海鲜 这么点葱和6块多了 看季节 这里的蔬菜季节起伏很大 啊老板 三点葱 这个葱多少钱啊 那是15 15块是吧 够吧 够了 这葱好 刚才走过怎么没看见啊 哈哈 在中国的时候 这个白菜 现在在东北的话 大概 只有 大家猜多少钱 最便宜的时候多少钱 一kilo 这批发价只有几分钱 等于就是 几分钱是几 几cent 几分钱一kilo 大家能想象吗 在马来西亚要卖4 4马币一公斤 差了多少倍啊 现在六点半 我们差不多在海鲜市场逛了一个小时 心情非常的愉快 买了好多东西 还竟然遇到我们的粉丝 哎呀 我太激动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 一会儿到家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 好 现在我们到家了 现在我要把它搬出来给大家看看 买了些什么东西啊 看得清楚一点 来 看这个虾 哇 虽然头这边好像有点 但是这个它应该都是 也都是野生的 但是大得非常的大 你看 这是一公斤的是吧 嗯 也挺新鲜的 是 30块一公斤 这个虾 这是那个 现在放那边 对 这是那个三公斤带鱼 是吧 就不打开来了吧 这个是带鱼 这个蟹 我不知道 叫什么 当地人叫什么 大概有可能是炸小螃蟹的 我看到有卖马来人的摊位 有卖这种炸螃蟹的 是不是这种 我第一次买 炸螃蟹可能还小一点 还小一点 是吧 我们 大家可以教我们这个怎么做 我们准备给它烧 烧 烧汤 炖豆腐 或者煮粥 不知道可不可以 也是买了一公斤 这个才12块钱 一kg 这是我买的 老虎香 看个头大吧 也挺很新鲜 这是多少钱的 31 31是吧 这是31kg 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 这包是很小的 小的 对我们准备随便就煮来 吃 这是炒一炒给它做 红烧 红烧的 红烧的 这些比较小 便宜嘛 才9块钱 这是我们 在第一个摊位买的螃蟹 三 这是21kg 21kg 还是很肥 那 但是感觉放在那个30的还是重 那这是30的 那价格不一样吗 这20的 那这是30的 大小也有区别 品种好像也有区别 品种应该是一样的吧 感觉 品种是一样的 大小有区别 看 我都觉得挺划算的 这个是买的杂鱼 里面好多品种 有的我都不认识 这石斑我认识 这应该都野生的吧 这都野生的 这是什么鱼 还有这个鱼 拿错看看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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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瓶种都是 这个鱼我们经常买的 这个也买过 对 很久没吃了 一共八条 十块钱 一共八条这样的鱼 每条鱼好像两个品种 十块钱 吃马鱼 拉拉 我们叫蛤蜊 其实也分很多种 这个的话烧一下也非常的鲜 炒一下 炒一下 最后一道菜喽 奶油咖喱蟹 准备要开饭了 准备出锅 奶油咖喱蟹 出锅 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 蛤蜊 这个是 年糕 黄蟹年糕 正宗 上海菜 这年糕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葱姜 葱姜 炒蟹 美意 这边叫拉拉 拉拉 奶油咖喱蟹 还有个蔬菜 还有个蔬菜 好准备开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准备开饭了 开饭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